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 特别的杨卫迪 第一个特别说 你看我这个五花果掉果了 在北京的南露台 掉果就掉了一个呗 然后呢 看这个叶子的话 是有干旱果和强光暴晒 怎么理解呢 你像咱们几天浇一回水 这个不做树 明白吗 你要是过热的时候 一早上把水蒸干了 到了中午 那个大枝头一晒 它就容易晒伤了 你之后再浇水没中 它那已经晒伤了 明白吗 现在怎么办 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是把下边给修剪一下 你像那个 就是它这个树干 这个你看 从树干一半以下 那些叶子 你要来干啥 我给你画个圈 你把下面的那些 全部清理干净 然后它掉又不是全部掉 掉个边俩很正常 你这样把下面这些 所有无关的枝条 给那个叶子 全部给它剪了 欲不拙不成气 我们老家那句话叫 树不穿不成苗 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老话是那么说 反正树不修不成材 对吧 一个道理 下个抽保 香水柠檬一年了 不死不长叶 就是不长叶 都死了 都嘎了 都嫁喝西去了 你种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跟华尔美说过 你像这种庄 或者说这种 憋着不行的 那个梅花 前两天 那个 为例 就是用的啥 用的那个 纯火山盐 要保湿 你自己用个泥巴土 还土壤很松 不松 不够透气 已经嘎了 没救了 江苗了 江柱了 嘎了 你又没有什么叶 你浇那么多水干啥呀 等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啊 下个抽保说 露天养殖的月季 卷叶是为啥呀 你一般都是寄麻 导致的 怎么办 嘎巴嘎巴 修剪一下 失点肥就行了 有药的话 打点药 没药的话 找客服药就行了 老话一家客服有 下个抽保说 我养的金菊 怎么种枯枝啊 枯枝就减呗 抽保 该浇水的浇水 该失肥的失肥就行了 你把下边那两根 剪了它呀 哎我真的是 我看见你们好多抽保养花的 我都想给你们 下去剪一刀 就是我给你画了一下 就是这边的那个汁 跟那个汁剪了就行 你看那 枯枝的那些个 总是获取不到养分的那几个 明白吗 剪了就行了 失肥 正常浇水 别的没啥 下个抽保说 入手一个月的金心百合 金心渐渐退去 从全绿色了 是怎么养护 敲光 这个东西跟花儿没说过 你像植物粗井呢 就是缺乏叶绿树 你给老花一白头发是一个道理 缺乏黑色树 一般呢 在缺光的时候 它就会繁足 明白了吗 缺光的时候 会激发自己嘛 长叶绿树 对吧 明白了吗 可以适当的给一丢丢的光照 不要强光暴晒就OK了 别的没啥样 挺好的 像是我说 青叶蓉刚长出来的那叶 有修斑怎么办 用多菌灵 杀了这那的叶斑那叶 有没有解决办法 还是有点缺肥 你光用药不行 光用药不行 你懂我意思吗 你现在大舅舅天天不吃饭 你光给它吃药 让它硬起来也不行啊 时间长了也不行啊 是吧 该吃饭的吃饭 该是非是非 药只能解决一时之需 好了 别的没啥呢 觉得不错 你点赞不点赞的都是大舅舅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一 白了抽包